荣可欣不断释放,欲受威压,与她身上特有的气息 萧兰若趁机掠过屋顶,便想往御王府外跑去 傅俊玉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让她逃跑 一柄力剑出鞘,直指萧兰若 你是谁,把本王的王妃藏于何处 这辈子你都别想再见到你的王妃 她和我的主子相亲相爱双宿双妃 你就死了那份心吧 少死 傅俊玉如一头恶狠地发怒的城市 遇见了想要捕杀的利物 如风和白纸,还未从这短暂转变之中回过神 待命在原地,龙可欣,微微脸眉 那笛声,由开始的悠扬,渐渐渐的急速 身上散发着特殊的欲腔,也由蛋渐渐变龙 假的萧兰若,觉得全身若野兽啃咬一般疼痛 眼里的诡异律弓更深 体内的傀儡充阿独,觉察到了对自己很不友好的威压 还有一股语惑人心的魅惑香气 那这位太过美好从前,让他差点就圈出来 但他知道,一切都只是诱惑 不而,他即便是釜底抽筋,也要奋力一搏回到主人身边 假的萧兰若疼得浑身抽搐 因傀儡充阿独在体内横冲直撞 在戎可心,胸有成竹地以为,马上就要将那毒虫逼出体外时 那傀儡充阿独却奋力一搏 从萧兰若嘴里飞出来,快速朝南边飞去 快招招他 傅君欲眼神凛冽,将剑对准的傀儡充便射去 乃何,傀儡充阿独灵敏一长,翅膀一歪 便改变路线,躲过了那把夺命飞剑 然后,就在众人愤恨的目光中,大摇大摆地飞走了 再看地上的萧兰若,自那傀儡充阿独一飞出身体 她便慢慢地变成一具骷髅骨架 待众人回过头时,都被惊到了 啊,这,这,王妃 白纸看到刚刚还好好的王妃 黄眼之间却变成一具骷髅骨架 瞬间惊得欲无伦次 这,这是怎么做到的 戎可心百思不得其解 毕竟,这种特殊诡异的场景 她只在电视上看过 实在是震撼了她那幼小的心灵 觉得是恐怖片在线 惊悚的不能再惊悚 怪不得她身上一直有一股腐败的腐蚀气味 和一股特殊的异香 原来那股异香是为了能遮住她身上的腐朽之气 也怪不得她走路那么僵硬 就连转过脸,都处处透着怪异 想不到是一具腐败的骨头 可是,这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是消失密集于江湖之中数年之久的傀儡树重出江湖了 傀儡树 之前行军打仗时经过南疆 有幸听过这个传说 但是江湖上这种秘术已经销声匿迹了 如今却重出江湖 并不是什么好事 兴许还是百姓之祸呀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将一具骷髅骨头变成一个大活人 传闻世上存在一种神奇的虫 傀儡虫 傀儡树需要将傀儡虫端进胡人的身体里滋养 傀儡虫进入人的身体以后 会慢慢地将胡人的血肉啃食 滋养自己 而后傀儡虫的主人便会用秘术 将被傀儡虫啃食的女子 变成他所想的任何一个人的样子 再用自己与傀儡虫的契约之血 润养这个女子 随后傀儡虫的主人用秘术 将此人弄成真人的样子 便可以远在千里之外 操控这个如行尸走肉般的人